字幕提供 再一個側片刷 再進場抓對方的騎人 不要 我錯了大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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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平常怎麼樣用電腦來玩傳說對決 而且因為我本身是拿iPhone的關係 那傳說對決的體驗服是不支援iOS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過我體驗服的影片 通通都是用電腦玩的喔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夜神模擬器 什麼可惡居然是業配 但是大家不要慌張 其實在這部影片之前 我所有的體驗服影片 也都是用夜神模擬器所拍攝的喔 那如果你是想和我一樣 用電腦玩傳說對決的觀眾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說明處 或者是留言的地方 看到下載的連結 那我會一一的教大家去 怎麼樣使用這個模擬器 那你不常用電腦的觀眾也沒關係 你可以看教學之後的 模擬器實戰演練 究竟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操作 那你點到連結之後呢 會來到夜神模擬器的首頁 點選左邊的下載鈕 你就可以下載到模擬器 之後把它完成安裝 你就可以去抓傳說對決來玩囉 那模擬器本身並不大喔 大概290MB 我家的網速的話 大概二三十秒的時間 就可以下載好了 之後呢你把它安裝起來之後 打開的畫面會長這個樣子 那你只要登入完帳號之後 在上面的Google Play 搜尋傳說對決 之後將它給下載下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登入 你傳說對決的帳號到遊戲裡面 那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要怎麼樣用模擬器去操作 玩傳說對決 但是呢由於我的錄影程式 擷取不到這個模擬器在右邊 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傳說對決的右邊 就是滑鼠在標的這邊喔 它其實有一欄工具欄 但是你們看不到 那沒關係我用了一張圖片 那在右邊你可以看到工具欄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在箭頭的地方呢 有一個像鍵盤的按鈕 那它就是模擬器操作的設置方法 那模擬器本身就有給傳說對決的操作預設 哇這也太貼心了吧 那設置完之後 你只要按下左邊的保存鈕就可以了 那再來是我要分享 我平常是怎麼樣用模擬器操作的 什麼居然有試試 好這不是重點 那我平常的話呢是用 Wsad去控制它的方向 之後呢我們先把它等級升起來 那技能跟買裝的部分的話 我會用滑鼠去點 之後呢像這樣的技能去施放 我們直接用滑鼠去拉它之後 反方向操作 好非常的簡單明瞭 沒關係我們直接去實戰 讓你們看一下模擬器的厲害 那我們直接選擇 S1至今操作的代表 納科羅斯 我們開始了 我們一開始先買一個打野刀 就點個1技能 讓你們看一下1技能的施放 我們開始先開一個藍buff 這個普雷塔好幫我們打耶 好感動 之後我們就砍4下普攻 之後接下一個 把納科羅斯的被動最大化 但是我們家野區被反了 第一時間趕過去 這一個挑飛 之後再進攻 再一個二段 緩速它等待我們的技能 好了之後再一個一段 非常的漂亮 之後我們就回家吃我們的野怪了 好我們的隊友陣亡了 沒關係 我們接個支援 感覺可以抓到對方的齊了 看一下他 嘿抓到了 再接一個大招 走回身 殺一下傷害救命啊 啊呀 我先出來先吃自己的藍buff 我先出來先吃自己的藍buff 好 七招 漂亮 我們一個漂亮的再次擊殺對方的艾琳 她好像看到我了 欸 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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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 展示大招 再一個跳飛 漂亮的逃脫 我們剛剛那個大招就是一個 精美的誘敵 好 我們這邊一個進場之後 逼出了齊爾的大絕 我們這樣可以秒掉一個漂亮的退場 可以 成功 shut down 掉對方的齊爾 所以我們來偷對方藍霸吧 欸 我們家的人要死了 欸 欸 去哪 去哪 漂亮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下塔給帶掉 好 我們現在是 經濟開始反超囉 再等待一個機會 再等待一個機會 抓到對方的四隻 挑飛 拉出來 好 我們這邊回到 我們這邊回到了 我們來中路支援 我們來中路支援 有機會喔 我們有機會喔 我們來中路支援 再一個側邊 刷 走 再進場抓對方的齊爾 啊 不要 我錯了 大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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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沒關係 我們東山再起 好 對不起 我的錯 哈哈哈哈 好 我們這邊逼掉他的大絕 好機會 我們這個進場 再次挑飛 我們去吸血 我們去吸血 欸 抓對方的兔子 我們先吸血 我們先把血吸起來 我們雖然倒了三個人 只要把血量給吸起來 我們這裡可以一個騙招 我們這裡可以一個騙招 然後利用大絕閃一下 凱撒的擊背 我們這裡有紅buff 我們環到他了 再接個大招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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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我們兄弟們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拿到凱撒 我們拿到凱撒了 我們的莫托斯 我相信你們 三打一 三打一 你們可以的 加油 加油 這種時候就是 死掉的人 打嘴炮的時候了 NICE 加油啊 YES 我們成功的 在最後一波會戰 利用模擬器躺分了 呵呵 好 那麼今天就是夜神模擬器的實戰解說 今天影片就結束囉 我覺得影片不錯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同時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更新通知 有任何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有訂閱 我們每一頻道都知道 Myers 約 我 有 你在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